川普来了 保护费你是穿好吗 观众朋友 金融时报报导 最新的军购清单已经出来了 像是对抗共军包围的神盾级驱逐舰 还有抓得到引擎战机的E2D的预警机 当然包含了台湾更更更想要买到的终极杀器 60架的F35引擎战机 我们都想买啊 4800亿的军购清单传的家 我们怎么在这个时候展现决心 把握契机争取更多有效的护台军购呢 这个礼拜最新的话题是 随着美国总统川普当选之后 台湾是不是要提出更大一笔的这个军购的清单 那金融时报就披露说 台湾已经准备向美国提购了 超过4800多亿人的这个军购清单 只有我们的副总统萧美琴 跟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来负责 这是为了向川普 美国的这个新的总统当选人 表示说这个抵抗中国大陆的一个决心 那这军购的清单 我就简单跟大家讲 包括60架的这个F-35 而且是F-35B 也就是那种短场 可以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 又可以短张起飞的这个战斗机 而且是逆中 我们节目其实也讲过很多次 还有四架先进鹰眼的伊吐迪预警机 还有十艘退役军舰 什么退役军舰 其实有人就讲 是不是锁定这个准备要退役的 提康德罗加级的这种大神盾 将近万盾的神盾舰 还有400枚的爱国者飞弹 这边要特别讲是爱国者三型 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多爱国者二型了 所以你看到那个灰色作战 包围作战一来 不要讲空中车轮战 你已经腿软 海上的包围 我们也就欠缺 那种一级的大型军舰 我们需要补齐 伊吐迪预警机飞起来 我抓得到歼20 我抓得到引擎战机 我也很需要 当然更流口水的是 如果我买得到F35 哇 这个军购 这个保费就花得值得了 是的 所以据说 这一批梦幻艺品的 这个采购清单当中 为什么是梦幻艺品 因为其实这些装备 从陆军海军空军 都是我们国军所需要的 那可是呢 美国可能没有办法 卖我们F35 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失望 还有这个E2D 但E2D我不见得觉得 会太早的放弃 还有他可能只卖我们 爱国者三型 400枚爱国者三型 把台湾的爱国者二型 全部换掉 换新的 那如果是真的爱国者三型 我觉得也不错 那如果有E2D也OK F35的确是 为什么 可能要等到20年后 2044年 这不是因为美国的关系 而是全世界各个国家 他像最近他卖给希腊 爱沙尼亚 罗马尼亚 这些国家 他按照 因为我们不是F35 当初出资研发的国家 你要按照买东西 要排队 要量场 武器交给 你要训练 大概要等到2044年 至于这个案子 总统府这两天 看到新闻之后 总统府就想说 目前没有新一阶段的评论 和讨论 那没有新一阶段 是不是代表说 其实之前就有一个 旧的方案 只是没有新的内容 那还有国防部 当然就例行的说法 说任何强化战力 都是选项 我要特别跟大家讲 这都是国军五年兵力 整件计划当中 常出现的项目 所以也不要太惊讶 那我就问你了 今天川普要你缴保护费 如果他是真的 可以让台湾自保 提高我们的 防御的能力的话 我们当然不让 不落人后 该付的钱 我们直接要付出去 问题是川普要你 付出多少 GDP的10% 我们知道 这简直高到 我们没有办法负担 可是我又要 怎么在他面前 展现我们捍卫台海的决心呢 就像你说的 这是川普在选举期间 曾经讲过的话 他说台湾的军备 应该要达到我们 GDP国民生产 毛额的10% GDP的18% 我们GDP的18%是多少 我跟大家讲 现在我们的整个总预算是3兆 GDP的18%就是2.6兆 占了我们所有中华民国政府 总预算3兆的84% 你想想看 那只剩下4000多万元 可以做什么 不知道4000多亿元 只可以做什么 不知道做什么 只可以补贴两个台电 就没了 就好像我们常讲 不吃不喝 就可以花10年 买一栋房子 一样的道理 所以当然了 我认为川普这是一个选举语言 当大家都训练了 连我也常常讲说 这个就是交给美国的保护飞 但是交不交 当然交啊 你交的钱还拿到东西 那东西是给你用 而且是关乎台湾 能不能防卫自主 跟国防自主 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 所以有人就讲说 不应该起了忧天 我们的好朋友黄伟翰 他有提到 是不是该关注武器的品项品质 跟这个到货时间 果然不往伟翰以前过去 跟我一起跑军事 到货时间很重要 不追求高大上 我们要切实计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 一样一样都在拜登政府 最后临去球播 整个播给你 要交到台湾手上 我们现在拥有 怎么样一个提升呢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海马斯多管 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 它的正式名称是N142 当然有人就讲说海马斯 但是它在俄乌战事上 这个是 在这个俄罗斯 它在攻击乌克兰的同时 吃尽了苦头 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 有效的作战范围 大于480公里 它的射程 如果你把它这个加上 这个NGM14栋的 陆军战术背弹的话 它可以提高到300公里 甚至到499 也就是接近500公里 都有可能 你想想看 部署在台湾 解放军如果从福建 要来攻击台湾 我沿岸都打得到 福建都打得到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多管 我建议我们现在台湾 已经有买了29套 本来是买11套 然后后来我们要 本来要买那个帕拉丁的自走炮 后来帕拉丁这种方法 美方就临时抽腿 说不卖了 叫我们改买这18套 多买18套的 这个多管火箭系统 海马斯 所以我们总共买了29套 在俄乌战事上 你看到很多的 这个俄罗斯的飞弹 还有型艺飞弹 还有无人机 还有这个战斗机 都是被这个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去攻击 所以你看到不只是这样 我们甚至已经接装了 在我们这个国军 去海马斯的 这个受训的照片 都现身在美军的粉砖 中华民国跟什么 并列国旗你看放在一起 跟美旗 美国的国旗 然后一起拍照 显示我们国军 接装海马斯的部队 已经训练 差不多完成交接了 另外一款千呼万唤 终于也要到手的 号称地表最强的 战车坦克 M1A2T M1A2T 他的前身就是M1A1 M1A1 我跟大家讲说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 两次破弯战争 在战场上 无人能出其右 最有名的是 他们面对这个伊拉克 当时伊拉克 是号称全世界 前四大陆军 他的这个坦克 几乎都是用前苏联的 这个二字坦克 比如说T70T72 T70T72 现在俄乌战场 还在打 还在打 所以当时伊拉克的 这个T72坦克 在距离美军的M1A1 他差不多2.5公里的时候 就是2500公尺 M1A1就看到了 看到了这个T72 然后而且是在夜间 因为他有夜间的 这个射击模式 而且他看得到远距离 所以他就打开了 展开这个远距离 精准的炮击 直接对射那个T72 然后结果呢 一个美军的M1A1战车链 竟然可以击毁 把整个100多辆 伊拉克的一个装甲铝T72 全部打到零战损 美军损失 只有一架被T72打 一辆的这个M1A1 被这个T72打了11次 他还可以继续开炮作战 太猛了 以一挡摆在2.5公里之外 精准狙杀 一个连殲灭了一个装甲铝 所以我刚讲是M1A1 那现在讲的是upgrade 这个M1A2艾布兰坦克 他有更强大的防护装甲 号称地表上最强的坦克之王 所以买到了 我当然觉得说 有一些能够正所在台湾的陆地 那现在因为台湾 在这个川普当选之后 整个形势被变 但是川普当选之前 谁能够预料 川普给你几瓣贺锦丽啊 过去在2020年四年前 我印象很深刻 民进党那时候蔡英文政府 过度的压保川普 当时候不是说 还有人说川普当选 我们请吃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珍珠奶茶 还有民进党立委 我印象整个包括蔡逸宇这些 都戴上川普帽或怎么样 结果后来拜登当选 哇 麻面专倒灰 全部脸都绿了 有鉴于那一次经验 这一次 他们就学乖了 不上车就不会翻车了 你就不要再压保川普跟贺锦丽 那到底是谁 你也不要想那么多 那虽然有人在这个 有绿媒 有人也有在压保说 川普可能会用蓬佩奥 因为蓬佩奥对台湾很好 所以要用他 起用前国务卿 但是后来 川普宣布蓬佩奥出局了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国安团队 预判当选后的情势 他等于也是把握机会 强化台美之间的合作 避免四年前的压保论 重新的这样一个 又让他整个翻车 以至于现在 我们慢慢的跟川普对话 川普把台美军售当成筹码 我们也拿这个当成筹码 要我们要的东西 川普胜选 剑指中国是今天 我们就从他刚刚公布 第一波的任命名单 赫然见到最强硬的 移民沙皇霍曼 他已经预告了 美国将要建立 史上最强大的驱逐部队 强力打击非法移民 怎么了吗 敏感了呢 直接指向的 不是南美洲的偷渡客 而是穿越险恶丛林 偷渡入境的几万名中国人 当一带一路 攻破了美国后院 川普任命这个移民沙皇 剑指中国的移民军 会如何挑起 美中更激烈的矛盾 当大家现在都把焦点 放在Marco Rubio身上 哇 年轻有才 新的这个我们讲的国务卿 但是有另外一个亮点 这个亮点就是 我们讲的边境沙皇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这个霍曼 过去他就是以铁腕文明 什么叫铁腕呢 对于边境政策 以前民主党的政策是这样 尽量的容忍 所以早就引发美国 全国的民怨 为什么 因为各地到处都是这种 非法移民的难民 那包括已经合法移民的难民 都会讲说 拜托一下我们这些任身 辛勤工作 结果我们又要补贴他们 然后我们赚的钱去缴税之后 全部都要去照顾他们 然后他们就留在这个社会上 造成治安 隐形的死角跟问题 为什么我要养这些人呢 所以各位 这个人上任之后 再也不会这种事情发生 因为他叫做零容忍 换人之 你只是要用非法的方式 渡过我的边境 被我逮到之后 来哦 这是他十月之后访问 他说的是什么 因为非法移民 有些是原地居留 居留之后 这是包括他如果取得证件之后 他还可以带一些家人 他说n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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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来给我这一套 你只要是非法移民 全家 我全家给你轟出去 就这么简单 我要把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 通通都扫除 所以各位 当这个人的任命出现的时候 你会发现 现在川普任命非常多人士 而他都代表了意义 也就是定毛 未来我川普上任之后 全新完全执政的美国 将会往哪个方向走 干我什么事啊 这个时候我听到你们 又在做边境的移民 非法的驱逐 No 这个边境沙皇的任命背后 居然是美中大战的一环啊 当然因为为什么呢 他即便说你看他上来 他应该说很多啊 比如说Mahiko啊 然后比如说南美洲啊 比如说我们讲的中国啊 No 他就只针对一个人来而已 来中国 应该说他最针对这个人来 这个叫中国 为什么 你说宇轩 中国干嘛要跑到美国去 No 你误会了 因为中国呢 早就透过许多的方法 第三度偷渡 比如说先转移到哪里呢 巴拿马又哪里 然后又越过丛林呢 我们杨马逊从林 然后再跑到美国去 坏着他们是用绕一大圈 先到南美洲这个地方 然后呢 再转载 转载之后呢 再直取切入到美国里面去 但是这群人怪了 为什么 因为这些来自中国呢 我们讲的偷渡客 你要哦 轻易设置是被逮到的 各位 你会发生一个重点 第一 都是男性 不对啊 你如果要偷渡的话 男男女女一家嘛 膝下带卷 一家大小 而且有老友 有幼啊 不对哦 就像在看第二件事情 全部都是年轻的 而且你会发现都是大概一种壮年 二十四岁 二十五岁 汉造都很好 所以他们就觉得太怪了 为什么 你是要跑来我们这边做什么 因为这个人数 比如说我们举例了好了 去年就逮了三点七万人 那你想想看 如果这三点七万人 都给他偷渡成功 那都是长得这样子 全部都是轻壮年 他们说 拜托 这是二零一 第一个二零二一年的五十倍 在第二件事情 比如说要干嘛 难不成你们是所谓的移民军吗 潜伏在美国境内 心向中国 那到时候 你如果来我内部来作乱搞天翻地步 我还得了 这个不是今天在这里脑补胡周 这谁讲的 这川普讲的 而且选前讲了六遍 换句话说 他为什么要任命这个边境沙皇 这是美中大战的一环 而在这个边境沙皇的背后 我们看到居然是一带一路 摸进了美国的后院 这件事才是真正严重的地方 当然川普对于中国来的移民 是踢防在踢防 但是各位你要仔细注意到一点 我刚才是讲这个重点 我说中国从哪里来 从南美洲来 那南美洲为什么他有办法渗透 他布局很久了 来 我们就举个例子 这个地方叫peru 密鲁 这个叫做中远集团 他花了四百一十五亿 干嘛 来 各位就你看到 美轮美奂 现在水水的港 这个是中国盖的 习近平 习大大盖的 而且这个叫做前开港的地方 首期工程已经完成 换言之 他已经可以趴港了 可以停泊了 习近平 他说我十一月中的时候 他会亲赐到现场去钱财 那你想想看各位 这个地方要干嘛 我跟你讲好不好 直通上海 这最可怕的地方 你想想看 秘鲁是美国的后院 等于就说 那是在他的背后 那背后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秘鲁 如果中国距离这个前开港 他可以直通的话 从上海直达 他可以干嘛 第一件事情 他可以把拉丁美洲 所有的物质都输送出来 比如说玉米 大豆牛肉 但我讲这其次 最重要是后面 铜矿 铃矿 铃可以做什么 铃电池 电池电动车 电动车不是现在 并家必争之地 所以这个叫做战略物资 等于就说 他把这边变成 未来的新加坡之后 整个南美洲 都变成他怀抱里的静卵 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可以跟他们 大量的交易 依去以求 所以这个关节 如果被打通 你想想看 货出得去 人就可以干嘛 进得来 所以中国客 也可以从这边 进来偷渡 那最后美国就干嘛 不会发大财 会倒大美 所有你的物资 你的原料 要从秘鲁远远不绝地运往上海 他要盖一条这么长的铁路 完了野心真大 应该说海上思路 但你想想看 你以为只有我们讲秘鲁这个地方吗 No 整个南美洲总共有31国 OK 那里面你知道有几国跟中国签一带一路吗 各位不好意思 有22国跟他签一带一路 所以你想想看 这已经超过三分之二 那这个情况之下 他投资什么 要嘛就是这种战略型的港口 要嘛是什么太空基地 你说余炫 他是要干嘛 登陆月球吗 嫦娥要来了吗 不是 太空基地可以干嘛 打卫星嘛 那打卫星可以干嘛 可以监控嘛 而且是未来整个太空战 你想想看哦 我如果是美国 然后我自家的后院里面呢 有南美洲有一群国家 然后突然间呢 跟中国变成好朋友吗 是嘛 然后中国呢 突然在他们身上 打一个高空卫星 低轨卫星上来 然后每天就在看着我美国的佛土 我不吓死啊 所以各位 这个最大的问题在于说 他甚至还有5G网络 你把这三个东西串起来 我都跟你讲 他都跟一个字有关 叫做战 战略的战 都是战略上的一个重要的标的嘛 所以等于是中国把自己的国力 以及国防的延伸到了南美洲 所以你看哦 就连阿根廷当时 总统换了的时候 美国其实有警觉这件事情 美军干嘛呢 密克派了这个南方司令来 就说我要检查 他检查什么 就是这个 探空探测战 当然他明目上 可能就循序一下 看起来什么状况啦 但他真的要确认是什么 就是你包括你的卫星啊 甚至你的 我们讲的基地台啊 会不会有所谓的军事上的用途 跟对美国本土侵略的问题 因为现在对他们来讲 就连后方都不能相信 美国他面对中国跟南美洲 如果让两者串联起来 都变成美国中国的腹地 那就叫做背负受敌 还有一个更迫切的 一个步步禁闭是什么 他不是把你的锂矿 运回中国上海去制造锂电池 直接就在矿场旁边 带于做比亚迪的电动车了 我们刚才讲这个叫战略标的 但经济也是一种战争 经济也是一种战场 你以为咧 我们刚才是才讲理电池而已 就中国我们不跟你来这一套 来啊 过去我先讲两个 第一个是巴西 有一个福特汽车 那宾市呢 也有一家 但是这两个工厂的话 都怎么样 废弃了嘛 就可能营运不散 或者是不要食用了 结果莫名其妙最新的开始 大兴土木重新翻修 为什么 因为比亚迪进来了 把福特汽车的买下来了 长城汽车进来了 把宾市的工厂买下来了 而且呢 你以为只有这样吗 No 他们现在呢 在巴西啊 南美洲这些地方 有些好的 一年的销量 甚至到三百亿 什么东西 汽车 电动车 没了最好的 少少的东西 这些人都爱嘛 你便室开不下去嘛 对吧 你这个福特汽车 没想到开嘛 结果都来买中国便宜的电动车 结果这个情况之下 你想想看哦 他等于是我从这边 赚到了我的外汇存底 而且与此同时呢 换了军事配备来这边 所以如果中南美洲 这个战略标的 被中国给拿下手 给形成的话 那会在未来的国际情绪 造成一定的隐游跟变化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 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五七报新拍摄 五三报新拍摄 五六六隔新拍摄 五六 Ny报新拍摄 五七报新拍摄 五一员 五七报新拍摄 五五五行拿大 一首带